鱼 鱼 鱼 我是阿玉 小的时候 我还以为自己很幸福 但是 时间慢慢的过去 我才发觉 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 好了没有 她是我的妈妈 她总是这样 自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对我好的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快点出来吃饭 不管是平常的日子 还是过年过节 她还是一样 所以每当 我能够踏出这个家门的时候 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有时候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其他的家长 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得到他们想要的 而我的妈妈 却不可以 妈我要有空车 你跟他们进来玩就好了 为什么他们有 我没有 我不是没有尝试过去告诉她 只是 假了 就等于没讲一样 为什么 她就是不去了解 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流光一世 我终于到了大学 开始了新的生活 每个人都说 大学生活很精彩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 梦想于现实 是有差异的 大学 是很自由的 没错 但就是这些自由 让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挑战 那就是 不 力 但是 我不会亲人放弃 因为我相信自己 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 需要一点时间 哇 老呗 这个电脑 慢到 下个礼拜 买个新的 Let's go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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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咩 不要了 你们去啊 两倍吧哦 你们去玩 走啊 其实我跟他们 也没什么差别啊 为什么 他们又有想要的东西 而我只能够想 从来都没有办法得到 拜 结果 谢谢 所以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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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好吗 嗯 还好啦 就快过年啦 你几次回家哦 阿玉煮好吃的给你 你记得告诉阿玉 几次回来啊 妈啊 其实我有一样东西要跟你讲 我 今年没有打算回家过年 蛤 为什么 我 想去做一些part time 我给你的零用钱不够用吗 我可以寄多一点给你的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个问题嘛 总之 我今天就没有回来过年了 我要睡好了 拜拜 阿玉 阿玉 你 但我以为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突然 我很疲惑 我不懂 我做的这个决定 到底是对的 还是错的 阿玉 阿玉 你怎么还没回家呢 我已经几年没有回家了咯 什么呢 从小到大 我的父母 都没有什么时间陪我 整天只顾着他的生意 生意生意 还记得小的时候啊 我要什么 他都买什么给我 都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叫你想要什么 唉 我想要了 只不过是他们的陪伴嘛 好吗 这样简单的东西 唉 算了 喂 怎么你没有回家呢 从那一刻开始 我才发觉到 原来 自己想要的东西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能给到他们一点什么 他把所需要的一切 都奉献在我想要的事物上 挪心质问 我都做了些什么 我甚至 都没想过 原来他要的 就只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阿嬷 你醒啦 过来吃饭咯 妈 吃多一点 吃饭吧 来 我们拍个全家福 妈给个红包你 新年快乐 应该是我们给你 妈 新年快乐 好好好 还是给他好 好 对于现在的我而言 这就是我需要的新生活 是的 让我 恨